大家好,我是Alien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久违的小手中原测评 开心工作是在去年的三月份完成的 那么成功的在一年之内制作出这期测评视频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小手中原目前是所有乐高蝙蝠侠系列里面最大的一套set 一共有3444片,十个人仔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套set 但是好像在国内的关注度不是特别高 在做背景调查的时候中文资料寥寥无几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人仔 这一套十个人仔可以说是惊喜满满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夜店西装蝙蝠侠 第一眼就给人一种非常精致的感觉 人仔背面也有印刷 面具下的两副表情也没有偷工减料 然后是我们的夜店西装罗宾和蝙蝠女 那么也都是精致的上面印刷 同时可以看到蝙蝠女的鞋子上也印刷了细节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大boss夜店小丑 非常浮夸的造型,绿色的头发 带着一副金色奇葩墨镜 还有一个轮状骤铃 金链子上吊着一个J 裤子上还有一个金色链子 从腰部开始抄长礼服披风 再加上嘴角的这个邪笑 老是让我和霸道总裁联想起来 那么接下来的人仔是我觉得 这一套里面质量最高的一个人仔了 夜翼 虽然说是夜翼看起来也像夜翼 但是电影里面是没有出现夜翼的 然后所以这个只是罗宾穿着夜翼的衣服 然后这个人仔真的非常酷炫 面具是故意歪着硬的 胸前有一个超大的蝙蝠logo 背面的翅膀也是可以转动的 感觉这是一个让人挑出来缺点的人仔 还有一个穿着蝙蝠套装的管家侠 衣服上那一套折痕是肚男吗 那么剩下的四个人仔分别是蝙蝠侠 巴布拉小丑和小丑女 印刷也是非常精致 但是因为这四个人仔都是在别的套装里经常出现的 我这边就不和大家细说了 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就好 接下来我们转到赛事本体 首先说一下背景 这一套的设计师设计了很多电影魔改套装 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 有神轮巨航某座位赶死队的大楼 和迪士尼城堡等等都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 那么这一套也会有一个和迪士尼城堡比较相似的地方 正面都是建筑的外观 背面则是建筑内部的细节 那么建筑本身是伟人庄园 也就是蝙蝠夹的老家 那么在电影中是被小丑霸占并进行了魔改 那么整个建筑都处处透露了小丑的气息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细节 那么我们先从最顶上开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指环王 顶上的这个眼睛就相当于这个小丑版的锁伦之眼 在电影里不管蝙蝠夹走到哪里 这个眼睛都会始终盯着你看 再往下写的是一个Joker的牌子 上面还非常精妙的做了一个头像 周围呢则是装饰的像霓虹灯一样 然后同时这个牌子的话也是可以旋转一定角度的 通过转动背面的一个圆盘可以触发小粉泉警告 那么这应该也是这一套set里唯一的一个机关了 然后通过齿轮传动可以伸缩这个小粉泉 那么在建筑的外围呢是产用了一圈过山车 这过山车设计也比较合理 从最高点推下来之后可以靠惯性走完四分之三圈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小手庄园的入口了 在两边摆了两个巨型的炸弹 那么整个城堡的设计还是比较讲究的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些细节上的设计 那么带大家欣赏一下 那么城堡里的窗户是用了不一样的粉色玻璃片来进行取代 那么屋檐呢则是将一块乐高零件反着放 来模拟一个屋檐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这个效果有一点勉强 但是人者见人嘛 现在我们看到小手庄园的反面 那么从最顶上的阁楼开始里面倒挂了一只蝙蝠 然后再往下可以看到一个迷你放映室 这窗帘外面是绿色的窗户 然后这有个小的沙发 沙发在左手边是装的爆米花 右手边是装的一个DVD叠片的盒子 然后上面写的是Forever 132 然后这电影好像是不存在的 那么往上看可以看到这个影院的RGB播放器 然后我们移到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上面有个进度条 然后左边是小丑的两幅画 然后这个大家记住我们待会还会再提到这个画 然后再往下的话是一个客厅 那么最右边摆了一个人像的雕塑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这个相机的人脸识别 居然能识别出来的是一个人脸 然后左边摆了一幅很精致的钢琴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黑白相间的琴键 然后上面有一个乐谱 然后包括钢琴的里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细节 再往左边就是一个白色的壁炉 然后里面生着火 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超大的小手头像 然后嘴张超大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然后这个玄机呢是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滑滑梯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仔放到小丑的头上 然后这人仔会通过这个滑滑梯从小丑的水里出来 要是这个底下能设计一个这个接住这个人仔的地方就好了 然后这个嘴的这两边的两个盒子呢 左边的盒子上面写的是邪恶计划 静止打开 然后右边的盒子画了一个这个没有蝙蝠的标志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右边的盒子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两副这个Bruce Wayne的照片 然后对应的呢就是之前那个两副小丑的照片 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房子本来是这个伟人庄园 然后被小丑霸占的吗 然后再往下是用波浪型零件模拟出来的一个哈哈镜的效果 然后上面这个镜子是贴纸啊 然后这个在电影里呢是小丑霸占了委员状元之后 给蝙蝠侠设下的机关 然后差点忘了这个过山车的控制台 上面三个暗影有分别是哈哈哈哈哈哈 好冷啊 左边的这个一楼是一个厨房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台子上的案板放着两片柠檬 我酸了 然后右边是一个微波炉 微波炉旁边这些按键是一个贴纸 然后微波炉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窝窝炉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炉子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然后这个也是在电影里出现过的大龙虾 然后二楼似乎是一个演播室 然后左边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屏幕 然后两边放着音箱 感觉座位看起来也非常浮夸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麦克风 然后这稍微往右一点是挂着蝙蝠侠的 唱片和蝙蝠侠的吉他 下面有一张照片 那么再往上的话是一个小的游泳池啊 然后继续往上是到了阁楼的地方里面是两个箱子 然后上面写着蝙蝠侠周边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老鼠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一套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一套的细节非常的多啊 而且风格非常明显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收藏的 而且我印象里乐高好像是没有出过这种风格的建筑 然后唯一有点相似的可能是前段时间 刚出了一个废土自由女神像 那一套我也看了一些测评和图片 感觉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暂时还没有上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投币点赞哦 那么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点两下彩 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啦